由一条祖母的黄金项链 带你体会宝格丽的古董点藏系列 泰勒财宝最近小编被亮相 在宝格丽致敬女性回顾展活动的书籍经验到了 也再一次回顾意大利珠宝世家 BVLGA8Y的归例之路 然后就停留在了一张书籍和演员 安妮克克尔的合照当中 被两位家人的可爱笑容迷住的时候 小编的眼睛被海报上的大颗祖母绿 组合而成的项链抓住了 无法动弹 这条项链的真面目如下图所示 它是宝格丽古董典藏系列黄金长项链 镶嵌祖母绿 红宝石极钻石 云创作于1970年 缤纷的色彩融合 在古典的风格当中 既具有视觉冲击力 又不是写条 1971年 演员安妮克克尔佩戴此条 相有300克拉 克多姆绿的古董项链 呈现了那一时期 宝格丽的经典风格 40余年过去 这条项链魅力依旧 在它的照片面前 目光无法移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宝格丽的经典风格是什么样的呢 先来欣赏一下这个阶段的珠宝 感受一下 祖母绿 蓝宝石 红宝石 三色宝石的组合 受到印度的影响 1960年代1960年代中 宝格丽开始将古罗马钱币镶嵌 镶嵌于珠宝之上 这一设计成为了宝格丽最具代表性的标志之作 三色金项链镶嵌败暂停金币 银币及钻石 约创作于1978年这个时期的珠宝创作 呈现出宝格丽的典型元素 紧凑阔形与大体积圆形宝石 紫色 紫红色及绿色的大胆配色 由长棍形切割钻石勾勒并加强 而本文重点介绍的这条镶嵌重达三百多克拉的祖母绿 红宝石及钻石的黄金长项链 则展现了宝格丽过目不忘的独特色彩美学 谈起宝格丽就不得不说起她的传奇 宝格丽的经典传奇开始于1884年 记忆精湛的希腊银匠Sotiri Obogari来到意大利 在罗马开设了她的第一家珠宝店 无论是新希腊风格 还是国间或钻石材质的高级珠宝 Sotiri Obogari都拿捏得大 而早在三十年代初 宝格丽就已经是著名的珠宝品牌 为电影明星名门望族 企业家和商业大亨们设计珠宝 除了上面介绍的宝格丽古董典藏系列珠宝 你还记起那些经典制作的